夫债妻要长吗 请先不要笃定的说不用 替夫还债的人大有人债 离了婚台背负前夫的债务继续清偿 你知道为什么吗 依照民法1023条第一项 意思是夫妻各自对自己的债务负责 先生不用替太太还债 太太也不用替先生还债 代表债权人上门来要债 不能应要另外一半还 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说为先生背负债务 因为太太替他当连贷保证人 买车买房信贷 银行会说你已经结婚了 请另外一半来当保证人 若先生还不出来 银行就是找连贷保证人还 非常郑重地告诉你 就算离婚连贷保证人的关系都是存在的 跟你们婚姻关系存不存在无关 除非先生债务已经清偿 否则你的连贷保证人一直都存在 有的人因为先生信用不好 或者是没有额度 已经无法再贷款 太太主动或被迫去银行借钱 借款人是太太跟先生有关系吗 当然是太太自己必须要清偿 不用再强调那是先生的债务 白纸黑字就是你的债务 什么情况下付在七要厂 先生借这笔钱是用在家庭日常开销上 比方说支付房租水电生活开销等 债主可以举证用途 由法院来判定 如果判定是用在家庭开销上 太太必须要一起清偿 我是秀姐 你有保险的问题可以私讯我 放中门 我翻译ben 我十拝